我们可以参考C131单片机面包板实验套件的第一个实验 完成通过USB延长线 把USB下载器连接到计算机以及安装相关的驱动的过程 我们在这个实验里 假设前面的工作已经做好了 已经安装好了驱动 并连接了USB下载器和计算机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下载器的软件来实现 把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里了 首先我们要装刚才已经生成好的.hex文件 我们通过汇编和C语言各自生成了一个.hex文件 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使用汇编或C完全看大家学习的目的来进行 选择好我们可以使用假设汇编语言生成的.hex文件 好双击以后这个下载器软件就装入了这个.hex文件 然后我们单击编程按钮 很快我们会听到鼠笔装箱这个实验的面膜板的风鸣器名叫很快的时间内就结束了 同时在下载器软件上也提示芯片编程结束 好这样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整个程序的下载过程 好我们已经通过刚才的过程把.hex文件成功下载到了单片机里 拔下USB延长线我们就可以使用电池盒的电压 对这个系统进行供电 在此之前我们提醒一下 因为周围的日光灯或台灯有可能对红外接收管产生一定的干扰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实验进行运行的时候 可以把台灯和周围的光线拿远一些 好接下来我们打开电源开关 我们会在摄像机的镜头里看到红外发射管发射出红外线 但肉眼是看不到的 好我们找来几支笔一比如说 然后让他穿过这个对管 好第一支笔穿过 第一支发光二支管被点亮 我们穿过第二支笔第二支发光二支管被点亮 好第三支笔 第三支发光二支管 好第四支笔 注意我们还有一支笔 当这个笔通过的时候 第五支发光二支管会被点亮 同时风鸣器会冥响 好冥响两秒之后 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这个程序 会把所有的发光二支管给熄灭 然后呢风鸣器关闭 刚才的过程又可以重复进行 我们可以继续的使用这五支笔 再进行一次这个实验的演示 好五支笔通过以后 风鸣器又冥响了两秒 除了用笔以外我们还可以使用别的物体 只要能够挡住这个红外发射管和红外接收管之间 它都可以处发红外检测电路的输出 从而形成这个技术的功能 好我们比如说用别的物体 镊子一二三四五 经过五次遮挡以后 这个红外电路产生了输出信号被单面积检测 并进行技术 好实现了这个电路应有的功能 我们的电路设计和程序的设计是成功的 电路设计和程序的设计和程序的设计 电路ウイルkas 电路测电路 电路颧布 电路 电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